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明之下其实难复 对吧 那么在王羲之身上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有的人也认为王羲之的字并不是写得像他的名声传说的那么好 是唐太宗把他捧红的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田老师 我们不能够轻易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或者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圣明之下其实难复 确确实实古今中外 这种例子很多很多的 往往一个人的名气特大特大的时候 应该说圣明之下其实难复 对于王羲之这样说呢 也有的地方是合乎道理的 因为对王羲之神话了 突然说他的一些个势力非常之多 有些事情是人不可能做到的 比如我小时候就听说过 说王羲之给灵销店 就是天上的灵销店 那个拍表他写的 类似这些东西 等等这些传媒很多很多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 圣明之下七十难复 这是对的 但是整体说王羲之的字 说他是殊胜 说他截止到目前 没有人超过 或者企及他的书法 也不应该说是过分的 说汤太宗捧红了他 这句话不准 应该说王羲之的知名度这么高 跟汤太宗的推崇有关系 因为汤太宗作为一代的瑞士英主 而且后世影响那么大 对于汤太宗认为历史皇帝当中 是一个最出色的圣德之君 跟汤太宗这人有关系 王羲之的书名之所以压倒一切 跟他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在汪羲之被定为殊胜 这段时间并不是说从李世民开始的 或者说在李世民以前那些皇帝当中 都是极力的推崇汪羲之 比如说梁武帝说汪羲之 他的字龙跳天门虎卧奉阁等等这些话 很多的君王都在讲这类似的话 对汪羲之推崇魅之 那么汤太宗以后也有很多的皇帝 一直到清代 历代皇帝都推崇王羲之的书法 那就是说汤太宗虽然有一个历史作用 但是说到了这个宋代以后 特别汤代的皇帝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以后 应该说李世民的话也渐渐的就是说过时了吧 那么后人还仍然这么要推崇王羲之 这说明李世民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 决定性的作用是王羲之本人的书法 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为什么这个历朝历代的就是书法家也好 皇帝也好都对王羲之的字这么推崇备制呢 是这个问题呢需要我们认真的做一分析 就是王羲之的字 为什么在这个皇帝朝廷和大官贵人当中 这么样的受重视 这么样的这个这个受宠吧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呀有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写的确实是好 因为他好大家都是这个这个心悦称夫 这认为他好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他又是个忠臣良将 道德品是非常的高尚 跟你人也有关系 大家敬重这个人 于是又敬重这个书法 这是又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一派书风 他这一派书风就是人见人爱 你比如说怀素张旭草书写的好 对 但是有些人觉得就是这样写的话 人们野蛮一些 可能看着之后觉得并不太舒畅 可能在他们写的时候 别人喜欢的就说说他狂放放纵 怎么样的这个这个写的好是吧 但是有些人就从另外一个方面 对他进行这个否定 否定的原因大家记住有一个问题 就是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特点 这个特点呢 往往啊 也可能是优点 也可能是缺点 当然一旦说你的书法有特点 这个话是中性 这个特点通常是用来做褒义的 说好 但是同时他有可能是贬义 所以当一个人特点特别突出的时候 等于说缺点也特别突出 因为他稍稍过一点 他马上变成缺点 所以那些个风格特别突出 面目特别独特的 有时候他并不艳艳 而在群众当中 他的受众面很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现代的一些书法家们 特别应该注意 你特别强调特色的时候 你的受众面就很窄 所以汪熙之这种书法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经济界的人 评论梅兰芳 说梅兰芳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特色 你看这个评价特别高明 真的从语法说它不通 对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这个就太高了 所以汪熙之的书法也是这样 实际上它真的没有什么特色 孙国庭评价它特别准 孙国庭说它不积不立 这个不积不立就是不走向一个极端 志在平和 风归自远 所以这个书法它没有火气 它没有想张扬自己什么东西 而在含蓄当中却包罗万象 所以汪熙之的字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 它没有特点 因为没有特点 所以在寿终感特别大 我们看了孟一之字就感到 就像他自己说的话 汇丰合唱 看完之后就是阳光明媚 看完之后人见人爱 谁见到就是一派相和之气 因此这样的书法 不仅是皇帝 我们也是一样 看着特别舒服 你挂到家里之后 你就感到屋里面 可以说是横壁生辉 你觉得特别舒畅 那么在皇宫里边 皇帝如此的讲究吉祥 讲究什么什么和顺等等 那么挂的屋里它非常协调 跟建筑物都是和谐的 如果你弄了之后 比如说特别怪异的那些字 挂到屋里边 个性张扬 但是给人却感觉到非常的冷皮 因此他的寿终面太小 所以历代的皇帝 他们都是希望祥和极顺 因此汪羲之这种字 也像春风一样的 那么给人感觉到非常的和蔼可亲 而他又具备一定的实力 又觉得汪羲之的字里边 威严可惧 就是和言可亲 威严可惧 因此历代皇帝 莫不把他奉为 那么就是书法的制圣献尸 就这样 就像是在文学界 推崇孔子一样 所以历代帝王家 都尊重孔子为献尸 历代帝王氏 在书法上一样 历代帝王都推崇王羲之 所以称其为圣人 我想这个有关系 因此我特别提醒一些 青年朋友们 特别是一些个中青年朋友 你们学书法术 不要每天想着自己怎么过一 我怎么跟这个与众不同 我怎么有特色 要说就适得其反 那田老师 您看很多人都特别推崇这个王羲之 那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真心实意的推崇王羲之的字呢 不尽然 不尽然 我们刚才说的 王羲之肯定是占据多数的人 但是也有大约两种人 对王羲之的字并不赏识 比如说他从小一学的时候 他就不学王羲之这一派风格的 比如他就学转立呀 或者学卫背呀 或者学什么框草 他就用王羲之这些字 过于对这个柔美呀 或者他从这个风格上不喜欢 但是呢 这些人 多数的都是因为水平还不高 你到达一个高点的时候 不管学转立的还是学卫背的 到一个高点 你就看到了 有王羲之确实是好 那么 有的人是因为水平问题 有人确确实实 他就从这个风格上不喜欢 他这一派的水平他也很高 可是他就是不喜欢王羲之的字 可是他也说好 什么原因呢 就是被这个社会的大气候 大舆论 大的舆论 大的环境下 让你不敢说不好 大家都认为 因为王羲之这个名字 金人讨论起来 并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 是王羲之称了一个符号 一个书法符号 一踢的王羲之就想到书法问题 他成了中国书法古今第一人 尽管我们说中游张之 也提到跟他抗刑啊 验刑啊这些关系 实际上远没有他这么大影响 因为中游的楷书 在东汉时期的时候 还没有到成 楷书还没有到成熟期 因此我们可以说 王羲之的楷书上 确实是应该说高于这个中游 当然中游是楷书的奠基人 这些没有错的 但是张之的那个草书呢 仅留下了这么一两张 还大家在争议 有可能是假的 就张之留下的东西太少 因此呢 就是这个突张识别 空股实力实际上 有这么一个打架 可是建造东西太少 比左边低一点 刀子向下 这就符合黄字元九十二法当中提到的那个 左旁小者七七上 右旁小者七七足 右边这个字形呢 过于小的话 往下写 这个出字呢 也算是这么一个字笔 我们现在讲的这是这个楷书的写法 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个一体字 这个一体写法 实际上呢 它就是啊 把这一笔啊 就是左边的这个 这个衣服的这个衣补 这一笔加长 它写到这儿来 它写这儿来 在这儿点了一点 然后 它在这边继续顺笔写 是这样过来 所以这一笔啊 虽然放长了 夸大了 但是它仍然是衣服的衣字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跟这个刀字不是一个部分 但是写起来的时候 它就和刀连续起来写 和这个衣补呢 没有放在一起 这是在笔顺上出现了一个颠倒 但是这是可以的 点一个点 然后在这儿加片 好像跟这个刀字是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呢 它是跟这个衣字是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就这个出字写法上 要注意 注意的当中呢 还有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它的结体上的这个分割 也就是这个间距的安排 关键是这个刀字啊 不要把它写得太窄 比如说写成这么窄 这就比例失调了 如果写太宽了也不可以 别写这样 写太宽了 这个字就散了 看到吗 它这个中间的空档太大 这字就散了 所以这些字都要注意的 看看这字的兴书写法 兴书写法和楷书呢 都有共同之处 严格的讲啊 兴书这么写就可以 这边直接就写一个试补 因为在兴书当中啊 很少再有这样写 再点这两个点 这么写的 或者是先写完了 这些竖笔这样点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显得笨重一点 因此在兴草书当中 左边的衣补 都变为了式补 因为它并不影响认读嘛 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种写法 再看一下 写这个之后 这边继续写这个 就是我说在上面 加出一篇来 这样写也很好看 再看一下 即使是这边写完一竖 再写这个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写完这一竖之后 继续加这一瓶 也是可以的 这都没问题 所以在行书当中啊 倒是比较宽泛 而草书和楷书 就相对的严格一些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大致有两种写法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这样过来之后 直接这么过来 再看最后这一种 前面那种 就是所有的试补 到草书当中都这样写 我还是希望大家 背移反三有这个能力 因为背移反三的效果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学会的这一个字 你会的很多 那就说草书当中 遇到这样一个试补 或者遇到这样一个衣补 遇到这样两个试补 应该都是这样的 然后右边如何 我们先不说 左边都是这样的 在草书当中 所以这要谨记 另外比如说 我们以前说过的 比如说 这是月字旁 或者说是肉字旁 就是这样写的这个部首 统一都是被这样代替的 脚丝旁 都是这样代替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个规律 不要只是学一个记一个 学一个记一个 应该把这些字的写法上 它有规律性的东西 掌握住 草书关键 既这个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上次也说 比如说在右边 写出这样的来 就是既代表 什么这个茜子旁 就代表这个三片 还代表这个叶子 有时候还代表这个蚊子 就是这三点啪啪啪这样子 就代替了很多种写法 这大家都应该记住它 好的 我们在这儿再向大家重复一下以前在文字学角度解释这个初字 这个初字从说文解字当中就告诉大家 左边是个一 左边是个一右边是个刀 是告诉你在古代做衣服的时候下的第一刀就是出 那么出也就是最早 所以在这个做衣服的时候下的第一刀就是这个出字 那么下的最后一刀呢 是这个足字 这个足 所以这个足字呢 我们现在通常写呢 这儿写两个小人 写一竖 实际上在古代准确地说应该是个衣服的一 所以最早的一刀叫出 最后的一刀叫足 所以足是一个结束了 最末 或者说就是当死讲 当然冰足的足是另外一个概念 好的 我们现在再把这三个字 三个书庭演示一下这个出字 稍微写大一点大家看 看一下新书 看一下这个草子的基本写法 还可以再草率一点的 就是这样 但是这样写容易影响任督 但这么写不为错 在这个转比是要快的 注意 这是手指它动转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笔法 所以有的老师们提出粘管 就在这时候起到一点作用 它就是在点完这一点之后 转过来 是这样扭过来的 我们做慢一点动作 大家看 就是这个笔在这儿有一个旋转 它不是这样直直着给过来 这样 这样就死板了 它是一个旋转性的 由于旋转就必须是这个腕和指 一启动 就手指 这样就显得很灵活 很轻巧 好的 今天关于这个出字 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不知这位网友 你满意不满意 有点重的 特别担心 你满意不满意 啦 其实这个笔还就把他吃起来 太多了 这样就行了 这个笔就快 directions 感谢观看